中央电子单打比赛的半决赛现在开始了 在半决赛的四个选手中 只有险胜了中国选手王立琴之后 而进入这场半决赛的 格林卡是昨天战胜了奥地区的选手 单手拉起来 7比6 4拉起来 给肯定辉的四个选手 现在形成了相持 反向楼叉 8中路 形成向拉 现在肯定辉8九 这样4拉起来就11比9 从变换落点来破坏实在角的白短以后 就从转球以后 总有一回能处队打起来 包括台内回反 但所以他这时候呢 心态上比较轻松 他是采取偏困的位 这球打得通常 他就他带走 这个是几乎 现在这样一位 也是几乎 就是几乎 有几乎 一手 对 相同 一手 也是几乎 一个 一手 却金 带出 上摩擦 反手拉起来 直接弹 刷掉弧圈 弹直线 反手弧圈拉起来 可能会反拉 大球 还是短的 施拉哥侧身拉直线 可能会反拉斜线 是 这时候施拉哥打了大纸领先 可能会反折 施拉哥接二续直接跳 找到了彭路徽的正手空袋 第二施拉哥距离 旋转比较强 节奏比较慢 所以这回彭路徽呢 在接这边 我们 当时也是男子单打的战决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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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施拉哥五比一领先 我们都把球拉起来 形形相持 拉到施拉哥的中路 还是打中路 好 好 好的 好球 今年有的时候开始这个想法也不一样 所以状态也是在一起 拉起来 连续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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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好 球排的弹性上下功夫 觉得海绵和交替的弹性不够 没有挖掘自己内在地赶大球以后的自信力量 达到了新的状态 带球7比10 排长的 施拉格现在很稳健 牵扯对拉 呆暖 可能会接发球了 3比1比3 这样的施拉格呢 发了两个球也夺了两分 不像孔明辉直接夺分 而他是 都是把球拉起来以后夺的分 这是刚才那球 把孔明辉打拉了 7岁的孔明辉 能不能再创辉煌 局势上来说 施拉格有机会几分 所以现在里面一个 孔明辉刚才又改变了一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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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8比9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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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呢有两个动作 现在10比8里先 好球 這樣就檢閱了施拉格發球恐龍的壓力 再一個就從相持當中恐龍會一定要改於發力 包括正所反拉無堅持 有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多用正所進攻的技術 這種轉攻技術對於恐龍龍來說這有關鍵 漂亮 自己的正所位發反手懸命球 漂亮 這也是一個戰術變化 因為施拉格的反手過 高了 非常好 就像剛才所說的 恐龍會要拼命地抓 在現在這個行為下火灰灰第一要嚴謹 這樣還是要進攻 滑球 施拉格落後4分 滑板 這個球也是極少見 大家可以看 反手滑出去 3比1 3比1 施拉格發球 60中路 各位們要注意調動施拉格的正手擴大 因為施拉格這個側身呢 他這個 可以說預見性很強 比5落後 形勢非常不利 這是第七局決勝 漂亮 在這關鍵的角度 好的 這是運氣 好 是 好了 今上狐鈴徽 我脫進去了 正手既就直線 這個是打的 連打敗球 那比較有優勢的就是發了強球以後 直接進攻 果斷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技術上 調起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是斜线的话,这个球就出不了阵 斯拉哥也很激动,大家看到 跳过球 这时候人们周围总的可以捏过 但虽然是扁球11分一样 很多扁球都抓不进去 就是在这个时候心态不一样 但是投入 跳过球 到了赛点 还是给他 回跳了 在前面 12比13 平和漏一分 就要回头 反走一板 无棺球 2、4、3、3、5、10的硬闇